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怪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爱因斯坦的冰箱设计、冷藏的相对论 2.达尔文的甲板舞会、物种启人的海上探险 3.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高空中的电荷派对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爱因斯坦的冰箱设计、冷藏的相对论 当我们提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大多数人会立即想到他在物理学上的革命性贡献 比如相对论、光电效应、或者他那著名的等式一等于mc平方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天才物理学家也曾经涉足过家用电器的设计 是的,你没听错 爱因斯坦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身份 冰箱设计师 在20世纪30年代 爱因斯坦与他的朋友也是一位物理学家 利奥·希拉德·利奥·斯拉尔合作 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冰箱 这个冰箱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一起悲剧性的事件 一家人因为他们的冰箱泄漏有毒气体而丧生 这件事触动了爱因斯坦和希拉德 他们决定设计一种更安全的冰箱 不使用电力也不含有毒气体 爱因斯坦的冰箱设计师 基于吸收式制冷原理 使用氨、水和丁丸这样的气体作为工作物质 而不是当时常用的氨或硫化氢 这些气体如果泄漏 可能会导致中毒或爆炸 这种冰箱的核心是一个循环系统 它可以在没有任何移动部件的情况下运行 这意味着它几乎不需要维护 也不会轻易损坏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你可以想象爱因斯坦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头发蓬乱 眼睛紧盯着一堆冰箱设计图纸 而不是复杂的物理方程式吗 他可能在思考 如何让冰箱在没有引力的情况下工作 毕竟相对论告诉我们 重力并不是那么绝对 或者他在琢磨 如果冰箱门打开的同时 没有人在厨房里 那么冰箱灯是否真的亮了 这是一个关于观察者的问题 也许可以用量子力学来解释 不幸的是 爱因斯坦的冰箱没有商业化 随着压缩机技术的进步 和弗里昂这类更安全的制冷剂的出现 它的设计逐渐被市场淘汰 但这个故事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思考 即使是最伟大的头脑 也会关心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并试图用他们的知识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便利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你的现代冰箱 拿出一瓶冰冷的饮料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爱因斯坦的冰箱设计得以实现 我们今天的厨房可能会有多么不同 这就是冷藏的相对论 有时候 即使是最冷的设备 也能激发出最热烈的创新火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达尔文的甲板舞会 物种启人的海上探险 各位同学 同仁以及对自然选择有着 无尽好奇心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一起航行回到19世纪 参加一个非同寻常的舞会 达尔文的甲板舞会 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我们的时光机即将启动 目的地 1831年 英国皇家海军的赫十号 HMS Beagle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主人 查尔斯 达尔文 这位年轻的绅士 原本准备成为一名牧师 但显然 上帝为他安排了另一项任务 解开生命的奥秘 达尔文先生在船上的角色 是自然学家和船长的参桌伙伴 但他的真正身份 是即将改变世界的革命者 现在 想象一下 赫十号的甲板上 摆满了各种奇特的生物标本 从南美洲的神秘动物 到遥远岛屿上的奇花异草 这些都是达尔文先生 在航行中收集的宝贵财富 而这场舞会的舞伴们 不是穿着华丽礙服的淑女和绅士 而是各种各样的鸟类 昆虫和化石 他们在达尔文的笔下 跳起了金花的华尔兹 在这场舞会上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 加拉帕哥斯群岛的舞伴们 那些独一无二的奇族类动物 和各种各样的雀鸟 他们向达尔文展示了 自然选择的神奇力量 如何让他们的 会适应不同的食物来源 从而在岛屿间 演化出多种不同的物种 但是 这场舞会并不总是那么优雅 有时 达尔文先生不得不与顽固的海病 和恶劣的天气作斗争 还有那些对他的理论 嗤之以鼻的批评者 然而 正是这些挑战锻炼了他的意志 让他的理论更加坚不可摧 最终 这场长达五年的舞会结束了 达尔文带着满载而归的笔记 和标本回到了英国 他的物种起源 像一颗重磅炸弹 震撼了整个科学界 甚至影响了我们对生命 宇宙 以及我们自身位置的理解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只鸟在天空中翱翔 或是一朵花在春风中摇曳 记得 这些可能都是达尔文 甲板舞会上的后裔 他们的存在 是亿万年进化的见证 也是那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舞会 永恒的回响 现在 让我们举杯 为达尔文先生的勇气和好奇心干杯 也为那些在自然选择的舞台上 跳舞的无数物种干杯 这场舞会虽然结束 但他的乐章 将永远回荡在我们的心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 高空中的电荷派对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充气的话题 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 高空中的电荷派对 这可不是普通的派对 而是18世纪最电气化的社交活动之一 首先 让我们时光 倒流到18世纪的美国 当时的社会名流不是在喝下午茶 就是在参加葛众科学实验的展示 而在这些活动中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本杰明 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了 本杰明 弗兰克林 这位名声响亮的美国开国元勋 发明家 外交家 还有一个身份 业余科学家 他对电的研究贡献巨大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风筝实验 证明了闪电 其实就是一重电 但是 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 并不是让人们去放风筝 而是进行一种称谓电话的活动 这个活动的主角是一个大气球 或者更专业一点 一个经典发声器 这个装置能够产生大量的经典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导体将电传递给参与者 想象一下 一群身着18世纪华服的绅士淑女们 手拉手围成一个圈 然后一个个开始头发直立 衣服开始鼓风 甚至还能在彼此之间看到小小的电火花 这不仅是一个科学实验 更是一场视觉盛宴 当然也是一个极佳的社交场合 这种电话的派对 不仅仅是为了好玩 它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 弗兰克林和他的朋友们通过这些实验 逐步揭开了电的神秘面纱 为后来的电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过 如果你现在想要参加这样的派对 我得提醒你 虽然电话派对在当时是顶尖的娱乐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 这种活动可能会被认为 是一种健康和安全的威胁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体验一下 请确保有专业人士在场 并且遵守所有的安全规范 总之 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 不仅仅是一场高空中的电荷派对 它是科学与娱乐的完美结合 是一个时代 对于未知世界好奇探索的生动写照 而今天 当我们在使用各种电子设备时 或许 可以偶尔想起那些穿着华服的绅士淑女们 她们曾经为了科学的进步 举办过一场场电力十足的派对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爱因斯坦的冰箱设计 达尔文的甲榜舞会和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 这些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不同领域的创新和发现 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伟大科学家们的多样才华和对生活的关注 爱因斯坦的冰箱设计向我们展示了 即使是最伟大的头脑 也会关心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并试图用他们的知识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便利 达尔文的甲榜舞会 让我们了解了自然选择的神奇力量 以及生命在演化过程中的奥秘 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 则是科学与娱乐的完美结合 为那个时代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写照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了科学家们的创造力和勇气 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和实验改变了世界 所以 无论你是在使用现代冰箱 观察鸟类的进化 还是享受电子设备带来的便利 都请记住这些伟大科学家们的贡献 最后 我欢迎观众们参与讨论 并提出自己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爱因斯坦的冰箱设计 达尔文的甲榜舞会 或者弗兰克林的气球俱乐部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分享并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在 ami 无 对 什么 个 好吧 好 支